你知道吗,除了直接饮用外,豆浆在烹调中还有许多用途,一起来看看我家是怎么利用豆浆的吧 用豆浆煮饭,豆浆和金白米一起煮饭,不仅可以营养护补,还能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 需要注意的是,做米饭时,豆浆的量要多于用水煮饭时水的用量 同样200克的米,如果用水煮,加260毫升就可以了 如果用豆浆煮,就得用300毫升,洗净的米中倒入豆浆后,要搅拌一下,以防大米结成团 需要注意的是,用来煮饭的豆浆,一定是比较稀的豆浆 通常一杯豆子放20倍重量的水就可以,如果浓度太高,可以加水稀释 太浓的豆浆煮饭容易发饮,用豆浆做面时,做馒头,发面饼和窝头时,加点豆浆也更加美味 用豆浆和面做馒头,其中的氨基酸,低足维生素和卵磷汁能够让馒头发酵效果更好 口感更加松软,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,矿物质更加丰富,香气也更加浓郁 当然同理,豆浆和面团也可以用来做包子,做面包,做花卷等面时 用豆浆蒸蛋羹,用豆浆代替水来蒸蛋羹,一定要将豆浆事先过滤一下 加豆浆后,蛋液的蛋白质含量提高,做出来的蛋羹又嫩又滑 凝固效率更高,鸡蛋和豆浆的比例为大约1,1.5 其他调味品按照平日蒸蛋羹的习惯加就可以了 还可以加上虾仁,香菇条,葱花,香菜等食材来美化点缀 需要注意的是,蛋羹要小火慢蒸,让凝固速度慢一点 口感才细腻均匀,用豆浆做汤羹 豆浆其实适合用来做很多乳白质的汤 比如鱼汤,肉汤,火锅汤,汤面里,都可以加豆浆 让汤汁更乳白,味道更鲜美,口感更丰富,且清爽不油腻 相比加入白汤精之类人工配置的乳化调味品 加豆浆营养价值更高,还无需任何食品添加剂 在玉米羹,牢骚汤里加入豆浆,也别有一番风味 豆浆煮粥也是一款美食 大米煮好之后,加入熟豆浆搅匀,再煮一两分钟就好了 大米和豆浆的清香香得一张 在瘦肉粥,鱼片粥等各种咸粥中加入豆浆配合,也都非常美味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宏 中文学院副教授范志宏